来 万长们好 各位 有可能成为未来师兄弟的朋友们好 我们可能也可能闭嘴 打翻了 打翻了已经 本人 南波城 井井大名 巨阔点大铺 掌柜 黄包车子 你们可以叫我黄子 叫你包子 车子 不重要 本人由于是巨阔 平时出门在外 只坐专车 自己拉 上面示范放两瓶水 黄包专车 确实本人是从 爷爷弟弟二叔的大舅那儿 开始就已经是 金银宝物是堆成山了 上至千年万年 祖上就是宋 好 本人 名宋外号 鹰眼黄 鹰眼 没错 你肩膀很厉害 就是 因为 各位在我们南波城 估计早有耳闻 要想货物留得通 巨阔鹰眼 还得通 首先 你得认识我 本人鹰眼黄 这个是属于是各种宝物 我是让让知晓 好吧 看一眼我就知道 而今天 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位宝贝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 她叫 她叫 偷偷鹿 我们可以 高分 没错 本人 正是因为 常年 用此物掏耳 所以她听不清 耳朵不太好 听力每刮一下 甚至脑子都不好了 戳脑干上了 大家可能也知道 在我们此城 上千年有一个传统的记忆 就是我们的财耳 本人也是聚爱无比 于是我也是托人 打造了一个这样 纯精致感 然后同时呢 再加上连接着这个 人造羽毛的这样的 这个人造羽毛也不值钱吧 都不是成千人 你把这选择的 但是啊 这的确是 是块宝啊 所以说呢 今天啊 我带她来到这里 首先 就是要告诉大家 陶尔就要像我一样 陶尔一时爽 一直陶尔那是一直爽啊 你改名叫皇子陶了 什么话 什么话 此言差矣啊 所以 那么今天 我来到这里 带着此个宝物 同时呢 也是想与各位老板们交个朋友 各位别忘了 本人呢 最酷 有钱 有话 说便是 有什么小忙 是几个银两解决不了的呢 好 好的 黄包车很有气派啊 因为酷 酷 就是酷 我数三二一 最后一位朋友了 看看她的得分情况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信心 因为你对所有人都很慷慨 看看他们怎么对你好不好 好 三二一 五分 五分 四分 四分 两分 好 整体都很高 整体还不错 恭喜啊 谢谢 因为你之前的慷慨 大家回馈给你的还是不错的 也不错 对不对 好的 好吧 谢谢 请回到你的位置 雷霆雨露 接着是丁恩 什么样子 接着